有些同學會遇到一個比較常見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說我在第三人稱視角的攝影機在那邊做事情的時候 這樣是沒什麼問題的 那如果說我切到按一下0 或者是按一下Plan號 選View Camera 你就會從你的攝影機看出去 攝影機目前我這個位置是在這裡 然後呢 原則上我們只要把 View Camera to View 打勾我就可以有紅色虛線 我就可以從我們目前的視角調整攝影機 假設是這樣 可是呢有些時候 你在關掉的時候 Kamera to View 關掉了 然後呢 你滾輪滾的 太大 好 如果說是這樣的時候呢 你的這個 攝影機的框 邊框呢 它就會超過你的這個視 視野 所以呢 你如果打開了Kamera to View 你這樣調整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判斷說 你這個攝影機到底拍到哪裡了 OK 所以呢 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先把它關掉 然後呢 再把它 縮小一點 至少我的黑框還在的時候 再把它打開 這時候再調整 就可以看得到 你的攝影機了 這是 常常會遇到 所謂的Kamera to View 你的 範圍的問題 謝謝